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有一名蓝丝早在2006年的时候 就以91万人民币买了深圳一个汤墙的铺位 他就原本是打算了 想着靠这个租金回报来到去赚钱的 怎么知道就好景不上 在这个租金回报期结束之后 他的铺似乎就无人问津了 他就声称想租又租不出 想卖又没人买 去到去年的年中的时候 他更加就发现到自己的铺位租到了强占 明明就有租客 但是他就收不到租金 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在2006年4月的时候 这名市主就以91万人民币买了一个铺位 这个铺位就只有27平方米而已 换算做尺数就大概295尺 就是300尺都不到 这个铺位在哪里呢 就是贸易集团旗下在深圳一个叫做港岛银座的楼盘商场里面 好了当时发展商就向他承诺会提供三年的租金回报 合计就是30万人民币的 那这个租金回报就已经在那个买价那里反映了出来的了 即是说原新的买价就是要121万人民币 那已经扣减了之后他就只给91万一 那这名市主就不是一炮过夫批的 而是先给了三成的首期 余下的款项就分8年来到去供款 那其实稍有常识和理智的人一听到这些这样的汤墙 或者是承诺租金回报就知道奶奶的东西了 果不其见这件事又是这样 那名市主就说当时就认为东门人流旺盛 认为在那里置业是会具有极大的升值潜力 为了将来退休作好准备 亦都相信贸业集团这个品牌 于是才买了这个铺位 他就说这个商场有三层高 一共分成为超过300个铺位 这就是很典型的汤墙间隔 大部分铺位仍然是由贸业集团所持有 有50个铺位卖给那些小业主 发展商就承诺 在三年的反租期满了以后 业主就可以把铺位置自行出租 他的铺位曾经租给一些鞋铺来经营 但是做了业主三个月以后 他就和其他业主一起发现 这个墙里面的铺开始逐渐减少了 只剩下地面那一层是有铺经营的 一个月之后更加是悉登拉闸停止了运作 当时他就问过发展商贸业集团 只得回复话规划当中 商场出租率需要达到七成才会重开 后来就一直处于一个胶着状态 这名事主就宣称 说发展商在2019年的时候打过电话给他 提出了就以原价收回他的铺位 或者就以月租每平方米100元人民币 但是他就认为那个价格就低过市场价格很多 那么他就拒绝了 后来商场就换了管理公司 由一间投资公司来到去接管 去到2020年的7月 管理公司就将整个商场 租给大陆的网红餐饮企业叫做文和友 这位事主就说 事前就没有接获到任何的通知 事后更加是没有收到任何的租金 基于疫情的关系 他就没办法回到大陆那里追究了 这名事主就很明显是被人找了老陈 实际上来说 天下劏场就一样黑了 放诸四海皆准的 无论你的劏场在大陆也好 香港也好 哪里也好 根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又在买入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糟糕了 因为其实香港有很多司法都中过招了 为什么他们会贪这些所谓劏场的烂鬼铺位呢? 一来这些人当然是贪心的 那些经纪佬在游说他们去买这些劏场铺位的时候 就一定会跟他们说 这个铺位是会有承诺租金回报的 通常都是带有承诺租金回报的 不然会怎么扔鸡引到你落财呢? 通常这个承诺租金回报两年又有三年又有 就告诉你 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就一定会收到某一个指定的租金了 这个数据是一定的 你一定会带回袋子的 问题就是 羊毛就出自羊身上 那些所谓的指定租金回报 承诺租金回报 在你的钱里出回来的 第二件事就是 由于这些所谓的劏场铺位的 那个甘心是比较小的 那些司拉也好 或者是那些贪心的人也好 他们就能够承担得来 全赔都可以的 通常 百五万之内就有找的了 就算香港近年的劏场也是这样的 因为劏道很小的 有些100尺都不到 其实都不知道是租给谁 老实说稍微理性一点都不会买 但是当时在那个氛围里面 那些经纪佬就探到他迷迷糊糊 那些贪心的人就会落搭 总有这些人 其实已经是很多年都是这样运作的了 总之就是劏场加多一个承诺租金回报 至于这些劏场 他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都是耿局的 都是那些问题的 第一就是管理不善 因为当那个业权高度分散的时候 你作为一家管理公司 你基本上就管不了他们 究竟那些店铺是怎样来运作的 如果是业权集中的时候 一个大业主来操作整个商场的运作 他当然可以规划 这一区就是饮食的 那一区就是做零售的 而且又可以规管 究竟那些店铺开门时间是几点 闪门时间是几点 可以很有规律的 但是劏场就一定搞不定了 就算有管理公司也是没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是这么高这么大的情况下 我有一把声音 你有一把声音 你凭什么要听我说 我又凭什么要听你说呢? 所以搞到最后 这些劏场人流一定会少 而且是惨淡收场 不要说深圳就算香港也有很多这些死场 就是劏场一劏的时候 就注定是做死场的了 我就没听过一个劏场是搞旺搞活成功的 你说香港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你能告诉我 真是发达了 我真的没听过 劏场在说这些百多尺的商场 大家举个例子出来看看有没有 是不是? 有,是奇迹的了,是没有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些劏场 那个大业主 他在卖给你之后 就拍拖子就走人了 正式叫做关人 什么事四个大字 其实我认为这一名事主 都算是执行的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宣称 说这个商场劏了三百多个铺位 大部分仍然是发展商持有的 而且在2019年的时候 发展商曾经打电话给他 说原价收回铺位 其实就是这名事主不甘心 就觉得没理由原价 买了十几年 原价收回 豈不是没有升值 他才不肯放出去 实际上来说你能收到的了 为什么呢? 你问一下香港那些劏场 下了搭去买铺的小业主 绝大部分都是选手离场的 大部分人在买一间劏铺出去的时候 其实就连个本金都收不回 所以你能够收回本金 我认为就算跑输给通胀也好 其实也算是这样 这些蓝丝是没有很怨的了 我认为上帝眷顾 真的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看香港的劏场 有没有发展商会愿意用原价收回的劏铺 如果是有发展商提出这个要求 我估计很多小业主都会反应 其实这名蓝丝是不够踏实的 在06年4月的时候 其实我查过资料 CCL就是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当时就大概是徘徊在53至55这个幅度 去到今年最新的那期 CCL是升到多少呢? 就是179了 其实就是升了三个开 如果当时他在香港买层住宅楼宇的话 今时今日就已经升了三倍有得了 他当时就说以91万人民币 给了三成首期买铺位 3927就是当他27万人民币 我又查过了 当时人民币的汇价 跟香港大概是1比1左右 当时香港的汇价还是领先的 高过人民币 那当是1比1吧 27万港元当时买不买到楼呢? 绝对是买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楼价是现在的三分之一 06年的时候大家有些回忆 大家找回资料 新界求其一顿私楼 百多二百万就已经有得交收了 你说27万买不买到呢? 给首期一定买得到 而且供得起 因为他供这个大陆商场汤铺也供得起 他也是给了三成的 如果他当时在香港买的话 他现在已经胖了肥仔水 正执已经是四球了 现在他就没了四球了 他没办法的 这就是他自己的判断问题 你怎会相信深圳的汤铺也不相信香港的楼市呢? 对吧? 我不理解了 这些是很不理性的决定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的 当然事实上也反映了他是不理性的 他现在是没有赚的 那说开又说 如果真的要炒铺的话 一般来到港 通常都是会买那些叫做街铺 地铺 甚少人说会去炒这个 汤墙的商铺 因为那个根本上就是炒不起的 而且呢 这些这样的铺市就不是说一般人能够是玩得起的 因为拿起来都是八位数字的 再加上就是 这些街铺的租值 其实就会很受到那个 经济周期所影响的 是会很直接地反映出来的 也不要说这两年由于病毒大流行 所导致的人流减少 而令到那个 价值进一步地下跌 所以呢 炒铺就何必呢 是不是呢 你如果要炒 不如炒回房子 是不是呀 那些人我都不明白 经常说那个租金回报 租金回报是红利而已 到最后你炒东西的时候 你都要炒那个价值而已 在以往来到说 香港房子 怎样都是会涨的 当然都会受到经济周期所影响 比如说08年那个 金融海啸 会跌一跌 但是长远来到来都是会涨的 为什么呢 第一就是因为刚性需求 第二就是无限QE 第三就是有限供应 那当然往后是怎样 就要好看移民潮造成有多大的冲击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大家千万不要那么愚蠢去买汤墙 没有出路的 好了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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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